您是这家的吗 王伟您认识吗 我跟他是一个乌有群的 这家人 您还是他吧 您是他老婆 那这就行了 怎么了 他找我勸钱了 你老公跟我老婆出轨了 你老公跟我老婆出轨了 小夕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大宝 我跟这个大哥说两句话 就进屋 大哥 方便借一步说话吧 可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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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在这儿聊吧 大哥 我老公到底就下班 周末也不出去玩 对我跟孩子都不错 怎么突然就出轨了呢 我不信哪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信了吧 大哥 我现在有点懵 但是我们家情况你也看到了 孩子还不到一岁 我刚休完产假就是上班了 辛辛苦苦就为了这个家 我真不相信他会出轨 我理解你的感受 我发现这事我天都塌了 但是你们家的情况 确实跟我想的不一样 你说孩子这么小 你说媳妇这么好贪出轨 他太不知道珍惜了 他要真干出这事 那他确实不知道珍惜了 姑娘你就是太单纯了呀 大哥也是男人 大哥知道是男人 在老婆孕妻和产后第一年的时候呢 是最容易出轨啊 他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最近 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有家里出了这种事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 大哥 你儿子都上大学了 那你媳妇多大呀 五十啊 五十啊 大哥 我老公不能跟你媳妇有事的 我俩都快跟你儿子差不多大了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我老婆长得年轻啊 那皮肤老好了 那你看看 那可漂亮 比达明星公里都漂亮 你看 你看好看好不好看 你看 你看 他五十岁里面算是挺好看的 他 我最近查了他消费记录 我老婆是一个节俭的人啊 他最近不是出去吃饭 就是出去买衣服 消费很大呀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大哥就算是这样 那也不一定说明 跟我们家王位有关系啊 不是你这姑娘怎么很不信呢 你那我老婆跟你老公打钱的事你知道吗 打钱 对啊 你老公可二话没说就收了 他跟我老婆出去可都是我老婆花钱 你老公不只是个小三 还是个小白脸 大哥啊 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我现在比您还猛 但是您说话不能这么难听啊 就他那样他能当小白脸 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的话呢 咱俩都是受害者呀 据我观察啊 目前啊他们也就是刚刚开始 感情呢还没有太深 但实质的进展是肯定有的 我在家里已经发现了夜运棒了 回来了 那还没有 这样的事吧 你啊先别声张 咱俩呢一起呢收集证据 我提醒你啊 没事的你查查他的手机 我跟你说人啊做了困心事 不可能不露出马脚来的 对了咱俩先加个微信吧 我要有什么新证据 我就马上来 咱俩收集证据 咱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那我先走了 喂 沉住气啊 一定要沉住气 小夕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夕啊 你别多想 我觉得小伟不至于 阿姨 我这么没事 阿姨是个过来人 你要有什么事啊 你跟阿姨说说 阿姨帮你分析分析 退一万步讲 即便是真的 这大宝还这么小呢 为了孩子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阿姨 您不是说今天要早点回去吗 是是是 阿姨不是关心你吗 我真没事 这事你别往外说 别让误会了不好 行行行 阿姨嘴沿着呢 大宝拜拜 听妈妈话啊 小夕啊 别多想啊 别多想啊 我觉得不至于 小伟是个很好的孩子啊 别多想啊 这一条啊 其实跟这个乐地不太上 对 回去我再重新对比一下 喂 媳妇 王伟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是跟你说了 今天晚上要加班吗 咋的了 倒不然有什么事 你给我现在立刻马上 赶紧回来 我找你有事 要不然你别回来啦 这什么情况啊 要不你先回去吧 听你媳妇这口气啊 说不定真有什么急事 剩下的我们弄完就行了 那真不好意思啊 我 我先回去看看 去吧 怎么了 媳妇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大宝呢 睡了 咋啦 你说怎么了 我刚生完孩子就去上班 我公司家里两边跑 你倒好 出轨 啥 看起来老十八强 没想到这么多花花肠子 你口也挺重啊 五十岁能当你妈了吧 啥收拾啊 我出轨个五十岁的 我哪不知道呢 我以前没看出来 你心理数据挺硬啊 你这老公不找到家里了 谁老公 谁老公来咱家了 公理 公理老公来咱们家了 在本小区的公理 你说他到底是谁啊 越说越糊涂啊 谁啊 就上次我电脑坏了 你问谁借的电脑 那个 那刘姐 不是长脑冰茶吗 对对对 长脑冰茶 名字挺浪的呀 我 真要稀 你 你五一不全 你离了大谱呢 那刘姐是鼓友 我们鼓友全认识的 平时除了股票啥也不聊 再说你老公 你老公去 就算外面找了 就算 那我也不能找那样的 那都多大岁数了 我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喜欢那么大岁数的 你不想丢脸 我还想丢脸 真行 不是 这刘老师 你怎么别人说啥就试啥呢 你居然不相信我 你自己没有点判断力吗 我判不判断 那人家老公为什么找家里来了 我哪知道老公发什么神经啊 你 你天天那刘夕你就相信我了 那样呢 大叔给我看照片了 挺好看的 不像五十岁啊 你不挺喜欢的 不是 那不是美颜过的吗 你啥是美啊刘夕 你是美不行 你别埋得我是美啊 你说吧 怎么让她相信我 聊天记录给我看看 来 等着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邮门 来 谁看 看 来 你看看 从家里开始啊 从家里开始每一条 你自己看看 好好看看啊 好好看看 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那你俩是说的什么 不能让老公看见的呀 不是 你不看见了吗 他上面写着我老公管的严 不让我炒股 瞒着他老公 我说行 那这爱你又比心啊 都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不带人炒股赚钱了吗 他感谢我 我表情框里那么多表情 怎么就知道发红心呢 你查个 点开这个是不是红心你的子 别 接着别 你问问你最近你信吗 我有啥不信的啊 我太信我自己了 那都事实 我有啥不信的吗 那你俩什么时候一起出去的 我俩什么时候 又一块出去了 我俩吃过饭 有一天中午 我们鼓手群聚餐 一屋子的人全是人 然后呢 然后我回上班了 没单独出去过 我跟他单独出去干呀 啥呀 这么儿子呢 咱现在给 给刘姐打电话 行吗 行吗 对口跟我行吗 亲自 亲自 嗯 你就等着被打脸吧你 你自己跟他聊 你自己跟他聊 好 不是 大姐 你写电话 刘姐 她 她 刘姐 她怎么不写电话 明天 明天早上门 明天 今天 今天你解释不清了 你就睡沙发吧 你解释不清了 你就别回屋了 小点声 孩子睡觉的 谁那事儿去 咋回事啊这是 我这上个班 哭下个小三 干什么呀这是 我 我上什么 哭下个小三是吧 小点声 小点声 又要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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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喝得真香啊 嘴真壮 好 你自己喝一会儿吧 少一个呢 媳妇 我的呢 你 你也配吃饭了吧 人家都有犯事 来了 阿姨 你俩没事吧 你那一看吧 我还饭都没有 还生气呢 干啥呢 我来看看 谁家的宝宝这么乖啊 谁家宝宝这么可爱啊 大宝 大姐回过了 大姐终于回过了 小王 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 大姐 大姐 大姐平时不懂说话吧 媳妇 媳妇 她平时不这个语气 可成为一个人了 媳妇 媳妇 别碰我 解释一下也不是 别碰我 你给我机会啊 都没 跟我没 走开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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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咱们现在找她 把事说清楚行吗 我才不想听你那件破事 我不用上班啊 你去打你小白脸啊 我白吗 不是媳妇 媳妇 今天必须说清楚 你现在不去就晚上去啊 我不能蒙受不白之冤 咱说好了 下班早点回来啊 什么事啊 刘姐 今天下班得去您家一趟 出大事了 来 干吗呢 没干吗 那今儿不太正常啊 咱一动不动地订这手机 订一早上了 是吗 可不是吗 这谁啊 这你妈吗 不是 你说她长得像公理吗 谁 公理 那 那还差点意思吧 是不是有事啊 是不是咱爸魅力太强 跳广场舞的时候 被这公理阿姨给惦记上了 不是 你别瞎猜啊 我妈她都 我妈跟我爸感情挺好的 好 好就行 嗯 媳妇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我可没让你来 是你自己要来的 是是是是 媳妇就因为这个事 我一天都没上好班 我跟她大姐说好了 咱现在就找她去 好好解释解释 啊 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 我家的老头子 发的是什么疯啊 丢人的丢到外面去了 小王 昨晚我睡得早 没接到你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这件事啊 没事 刘姐您就赶紧跟我媳妇解释解释 到底咋回事 小心啊 我跟小王真的只是骨友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那外人都在一场 也说 我的儿子都上大学了 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呢 我家的老头子 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追我追得蛮紧的 没想到现在年龄大了 都孩子胡思乱想 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到人家家里去闹了 你看我哪儿漂亮啊 就只有他 他说我漂亮 宫里人都比不上我 真真 那您给王伟发信息是怎么回事 什么信息啊 没有啊 姐你 你这删了 删了 删了 我有啊 你看 你看 要死了 要死了 这肯定是他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 拿着我的手机发出去的呀 老头发了 他以前都干过这种事的 他这也太紧张自己了 这样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还有那个红包的事您给解释解释 本来这就没什么事的 你看 我们谷有群 发一些消息出去 小王推荐了一只股 我也买了 赚了一点钱 手里宽宇了 我就出去啊 买了些东西 哎呦 他可能又是因为这个 又紧张了 而且 我也没有绝对地给小王打过钱 就发了一次红包 八块八 他为了 我 赚了钱都是小王帮的忙对不对 我不能白白地赚这个钱呀 是吧 哎呦 我家那个死老头子 他 他真是越忙越添乱 我现在就跟他打电话 叫他回来给你们道歉 姐 这倒不用了 王闽 哎 你先下去吧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姐聊聊 行 那我下一等你啊 哎呦 姐 正事忘了 电脑 还您了 软件给您装好了 这回咱俩两不相干了啊 千万别让大叔拿着电脑给我说事 哎呦 小王别往心里去 那你们好好聊啊 谨慎点 我不是那意思吗 照实说 实话实说 放心了 放心 姐 今天我见到您 觉得您挺直装的 也不像是会说谎的人 但是我这有个疑问 觉得还是得问清楚 有什么事也就问吧 没什么好烟再尝尝的啊 那个 烟晕棒是怎么回事 这 我将来死老头子 怎么这个也跟人家说呀 我不是最近有点更年期吗 那个 哎呀 那个 那个 那个不太准 就想测测 哎呦 真是为了解人 行 姐 我这也没什么疑问了 今天谢谢您啊 我就先走了 哎呦 媳妇儿 你俩俩聊啥了 就那些事吧 还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得 我可不想听 但不管怎么说啊 这回你肯定信了吧 我俩根本不可能 行 就算我出轨 我也不能出轨那样的 我给你看看我喜欢啥样的吧 看 这样的 这样的 这种 行啊你 王伟 这种 我说你天天抱手去干嘛呢 看他们呢 我就是给你证明一下我的品位 要不然我给你 出轨一个试试的试试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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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呢 哎呀 怎么可能呢 咱大宝都有了 不可能 没啥大事 咱俩就错过了 错过 好好过 好好管 好好管 行吧 KC就算我错怪你了 但以后你得相信我 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 那你啥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 谁不是屎盆子呢 刚才那些 丝蜡大长腿不是屎盆子呗 丝蜡啥 老给我推送你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送了 气宰了 行啦 回家吧 阿姨还等着呢 回家 回家 康姐 蔡西姐 嗯 出事了 谢谢啊 怎么了 我刚才才录取咖啡啊 您猜我看见什么了 猜 看见什么了你说 也卖什么关子呀 回家啊 在楼下跟你们拿了吵架 好像是她老公 吵架了 吵什么呀 就去出轨了 外面还挺清楚 不过好像是 白惠姐怀孕了 她想要停薪留职 她老公不愿意 说开销大 就是想要钱 太过分了 她把危急加在火上了吗 她刚办了住职 就算是正出现功了 根据规定 孕妇也不能开除啊 她都是想开除 那法律也不允许 你说白惠姐是真怀孕了吗 我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啊 这小屁孩你懂什么呀 那显怀得四个来孕 完了 回姐这回啊 麻烦她 小琪姐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那白惠姐怀孕了 你不吃惊吗 吃惊 吃惊 那是谁啊 就是了就是了 要回姐她老公 别哭了 快走 行 走 找找个依点个药 我是那个 还会的老公 你总听过我们再回手 才连点来看着呢 完了完了 我马上要刮起一场血液血河河 唐姐 白伙姐真不来上班了 薇姐这回啊 算了亏她了 疼吗 听说什么了 我今天早上去为许总送和睁的时候 我听说薇姐主动放弃了珠宝品牌的提成 说是想要弥补赵白慧姐来的错误 什么 珠宝品牌那项目 薇姐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多月 提成全不要了 薇姐这回啊 算是赔个富人有这病 白慧姐真是太自私了 我以前都没看出来 我们去起床 我们去已经到达了 我已经去少教头了 什么呢 这是很多门 是梦想要钱 也不用替一刀 总心我们 我们接受你们 我们接受了 我们接受你们接受 我们接受这个 我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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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受你 怎么了 白慧 其实在她转正前 我就已经知道她怀孕了 你早就知道了 我也犹豫了好久 愿文跟你说 但是白慧那段时间 工作特别积极 不怕我说了 大家会觉得我妒忌她 尤其怕我多心 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呢 这几天我总是在想 我要是能早点告诉你 也许就能让你提前有个准备 不至于像现在这种被动 左右为难 我要是再不说 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 其实就算你告诉我白慧怀孕了 根据她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也还是会给她转正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她打的主意圈是 转正以后就请假养摊 所以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但是小夕啊 有一点我得说你 你呢 有什么事你得跟我说 对吧 我们已经工作那么长时间了 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会有误会 所以今天 你跟我说这些 我还是挺高兴的 谢谢魏剑 行 那这事就翻篇了 是吧 好 我 我 我还有事 你今天上半年 那几个案子 做得挺不错的 然后我公司对你的能力呢 也挺认可的 年中 公司会有几个晋升的名额 咱们部门有一个 我把你抱上去了 我 谢谢魏剑 行吧 干活去吧 好 谢谢魏剑 好好努力啊 好 谁要好 我都不想好 要好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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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好 小夕 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找我 这个是我怀孕的时候常吃的 对身体好 这个我不能要 拿着吧 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要 拿着吧 谢谢啊 其实在你转正前 我就已经知道你怀孕了 但是我没有告诉韦姐 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 我知道当妈妈不容易 职场妈妈更不容易 我不想因为你怀孕 就影响领导对你的判断 谢谢你啊 谢谢 虽然跟你相处时间不长 但我觉得你不是这样 李不清的人 所以 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 小夕 你怀孕 应该很顺利吧 其实 我在怀这个孩子之前 曾经怀过两个孩子 我自己的 虽然我怀过两次孕 但我一次妈妈都没有当成 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就跟你现在这么大了 二十几岁 那会儿 特别要强 怀孕三个月 还穿着高温鞋到处跑客户 结果 就因为特别不小心 流产了 直到我过了三十岁以后 我就特别渴望有一个孩子 但我怎么都怀不上 我为了怀孕 我天天跑医院做检查 喝中药 调理身体 好不容易怀上了 医生跟我说 我有期盼性流产的迹象 怀孕没多久 我就此时在家养带 闲着没事 就打扫打扫卫生 就干了那么一点活 孩子又没了 你能 你能体会到那种 失去两次孩子的那种心情吗 我真的 我当时都快抑郁了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去那边坐会吧 我老公和家里人就一直劝我 一定要好好地调理好身体 这样宝宝才能回来找我 我就是靠着这个想法 他从那段时间里走出来的 后来就有了现在这个孩子 自从有了他 我对生活又感到了希望 这宝宝不是又回来了吗 一定会顺服力力的 这两年 为了要孩子 我不止没工作 还花了好多钱 未来孩子出生 又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我老公之前 是在工厂上班的 结果年前裁员 临时找了一个送完卖的工作 我们也是 逼不得已 才想到这个办法 白慧 我理解你的难处 可是每个人都有难处 谁都不容易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 用这种方式来寻求处成 我想照顾好 我的孩子 为了他 我只能先抓抓得住的 拖拖得着的利益 别的 我真的都顾不上了 对不起了 从小我爸就告诉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好人才有好报 咱们都是做妈妈的 更应该善良一点 多几点就做宝宝的榜 不是吗 我来不去吧 我知道 母亲 我去叫她 我去啊 感谢 我来不去 我来不去 来不去 啊 怎么会这么远呢 我倒横着显示 没有这么远呢 洪总 离城市越远的地方 感觉越对 陈导 你赶快坐下 待会一个急刹车 你摔倒了 这多危险 我看那儿景不错 哪儿啊 那不在咱们的路线规划之内 快坐下吧 你要都能规划好了 我出来看什么景 哦 哪儿呢 你说的是哪儿啊 师傅 麻烦先踩一下 我下去看看 好嘞 你说的是哪儿啊 这路也太难走了 你待会儿机器能进得来吗 小夕啊 方总 上次演技大赛 是不是也你盯了现场 是 你看看 这 真是缘分啊 这次又派你来了 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了 哎呦 好年纪 彤彤 我接个电话 你接 喂 老公 大宝奶粉吃没了 哪儿还有啊 应该在橱柜 第三格的最右边 你看一下 找着 我说了 哎 那就好 有什么事你再打给我啊 小夕 哎 你这么年轻 就不如爱情的坟墓了 是啊 结婚都好几年了 孩子都一岁半了 哎呦 你看 你要不说 我以为你大学刚毕业了 哎 程总 哎 你看看这儿小夕 这生完孩子以后 这身材恢复的啊 多好 哎 这景真不错 小 小 哎 小夕啊 小夕 你就别跟着他们瞎转了 来 你站着 我给你拍张照片 不用不用了 婚子 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看看这景多好啊 我让你发一个 美美的朋友圈 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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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呀 快快快快 哎 小心 小心 哎 好嘞 站好啊 小林 小林 程总 我们先过去一下 你过去吧 快点 郑总 怎么了 给我们俩拍张照 哦 好 来来来 往上点 哎 你看一下 找找角度啊 别瞎拍弄得跟游客似 来 冯总 再往左一点点 好好好 我 哎 小心 来 冯总 你帮哥一忙呗 怎么了 你看我 总负伤了 吃什么补什么 我得喝白骨汤 给帮哥重点 行 谢谢啊 不客气 你看 吃什么 放手 他也不客气 我去呀 你们再来 那儿 你还要我呢 我都要先过去 我才能够 我都可能要不客气 我都很正常 我都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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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啊 本来商务部派过来 商务跟冯总出好关系 这我要是走了 回头他醒了 能不能得罪他呀 不能 你放心吧 万一他要是问起来 就说我给您带走了 总理他 洗个手 走 行 谢谢程导 好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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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喝呢 少喝点 来 最后一杯 吃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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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他们开会了 行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待会儿呢 该跟导演开会的去开会 该做功课的做功课 没事的愿意留下来喝 就接着喝 行了 算了 来来来 咱们接着喝 小夕 你别走 程导 冯总越来越过分了 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就跟您聊一聊了 我突然有个想法 明天 明天 那 程导 那 程导 我先过去了 程导 你忙你的 你忙你的 不是 那个 等会儿 咱俩明天聊 明天聊 明天我忘了 我现在都有点忘了 我说什么来着 你好好想想 我这会儿有个想法 有个想法 好 先喝一个 先喝一个 我想想啊 不是 想着 你没事 你坐着 不是 你你你坐着 我心里踏实 我求求你 没事 我来吧 程导 算了 哥哥 谢谢程导 程导 你真要走啊 不是 导演 您走了 我们怎么办 这两天景看得差不多了 你们再跟冯总对对就行了 没事 昨晚听见没 那还用问 那么大声 谁能听不见 走吧 昨晚 昨晚 琢磨什么呢 别多想啊 没什么 程导 我就是觉得 薇姐让我来这一趟 是让我跟冯总 出好关系 省得后面她又找事情 没想到我来这一趟 反倒彻底 把她得罪了 以我对你们商务的了解来看 搞好关系确实非常重要 但实力她是第一位的 搞好关系 只能是锦上添花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 冯文艺在想什么 就做好自己 这个事 冯文艺做了有问题 你也没有任何目标 谢谢程导 我给你 distress 我给你轻松一下 你就是我的问题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照顾 你帮我照顾 你帮我照顾 你只要我又没在 我去打你 温总 程导他们呢 程导他们刚走了 走了是去看警还是 回去了 跟刘晓溪一起回去了 完了 不是 程导 您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一觉睡的啊 差点没醒过来 那这个 他们订的哪一班飞机 动车 对 好极了 快 订机票 最近的那一班啊 不是 冯总 咱不看警啊 看什么呀 不想收拾东西 走了 宝宝 小夕啊 你怎么那么快回来了 不是说好去一个星期的吗 工作提前结束了 来来来 大宝 你看 大宝 来 小妈妈了吧 来 妈妈 大宝 大宝 大宝想妈妈喽 大宝这两天乖吗 可乖了 他一点都不闹可懂事了 他服饰吃得好吗 吃得可好了 中午吃了一大碗的米粉 超宝 你看妈妈回来了 阿姨 我想去个洗手间 行行行 妈妈去洗手间喽 妈妈回来待会儿抱你 妈妈去洗手间啊 我现在顾了什么人 我们给你洗手间 你心想要洗手间 不要再抢个洗手间 我现在是小心 要洗手间 要洗手间 我了 你自动 要洗手间 好 然后洗手间 好 这把洗手间 媳妇回来了 景看完了 大宝呢 刚红睡着 看把我媳妇累的 今天让你好好享受一下 你老公正做的王室芝麻 来 怎么样 再说会儿 这力度 穿叶了 还行吧 走了 出差顺利不 出差顺利不 老公 你说我要是辞职能行吗 不干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没什么 就突然觉得特别累 不想干了 那咱就不干了呗 老公养你 不是真的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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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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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请保姆一个月七千 大宝的奶粉 要不是差不多三千 这房租六千 咱俩日常开销 节约点算了三千吧 咱卡里还有三十万 赚工资 潮点 这挺个一年半两年都没问题 咱们家中产阶级也不干了 你是不是对中产阶级有点误解呀 但是 媳妇有个事 你要是现在不干了 两年之后再找工作可能有点难了 我们公司那实义生啊 乌洋乌洋的 工作能力跟我差不多 而且都是零态大学毕业 我呢 也就是比他们多两年工作经验 咱们现在要是从坑里跳出去 两年之后人家 未必把坑还你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媳妇 敢于原地踏步的人 才是最勇敢的 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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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踏步 最勇敢 媳妇你不想干 咱们就不干 明天睡到十点半 以后老公让你吃软饭 虽然 别人比我们有家产 但他们的焦虑 要烦你好几番 以后你的心态 冷静 平淡 释然 强过他们 断了几百万 你看见你 把大宝唱行了 你可小点儿行 你可长点心啊你 我儿子 要吃了个 我睡到红小大宝 我吃了 吓死我了 咖啡好了 谢谢啊 对了 姐 向往那海边 你带着我吧 姐 我发誓啊 姐 跟完这个项目 我真是专家了 我 我做了一个向往那海边的方案 没解药的 一会儿你要有空帮我看看呗 看看有什么要改的 聊心 毅姐 毅姐 走 跟我下来走走去 好啊 这办公室坐 家里坐 各种地方坐 是该动魂动魂啊 是啊 过了四个月之后 就得适当地动一动了 那事 程良跟我说了啊 冯文艺那人就是个垃圾 这事也是怪我不好 考虑太少了 我真没想到她胆子会那么大 姐 要不 要不我辞职吧 干吗呀 但要辞也是她辞 凭什么你辞啊 不是 姐 你让我去跟冯文艺搞好关系 可结果呢 更加恶化了 我要是在公司继续待下去 那她不可能再把这个案子给我们了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 但是这件事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首先啊 这件事的确是冯文艺组做的 我会跟上面汇报的 那领导又不是傻子 都是名言人 谁对谁错他们分得清楚 再一个 那么综艺部给不给 我们商务部项目跟不跟我们合作 那也不是冯文艺人说了算呀 你不用那么自责 那谁去谁去还不一定呢 姐 说实话我现在一上班我心里就打出了 我还忘了跟你说了 以后这 向往的海边 还有所有跟冯文艺相关的项目 我都交给赞尔城了 她总不能连赞尔城都点击了 没 没 所以下车你也放心 你也放心 以后呢 我也会给你其他的口项目让你跟的 好吗 谢谢 我还有一顿 总部昨天给我发邮件了 说是要生日当小组长嘛 然后会给你涨百分之三十的工资 好 所以这个辞职的事是不是得好好想想 别那么快瞎决定 好吗 好的 姐 小夕 你回来了 来 正好 刚买的 给你 谢谢啊 你不是去海彪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个跟综艺部有点事情没协调好 是不是跟冯文艺没协调好 你听说什么了 还有我听说什么吗 我就知道这个冯文艺勾改不了知识 你也别在骚扰吧 这老小子 我看我上次给他的教训还是不够大啊 一封不够 我还能接着信 你是不是给上面发邮件了 你觉得一封检举信能起什么作用啊 太可笑了 性骚扰 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 那路不平总得有人产吧 早就看着个老泽皮不顺颜 这次他还敢欺负你 等着吧 我会一直写下去的 这算了吗 你不怕他搞事情搞到你身上 我还怕他 我还怕他 就算他搞到我这儿 大不了我回家上二胎去干 不是 明明他错了我们又没错 谁怕谁啊 行 等以后我有空了 我也反手一封举报信 加密集信 谢死他 没事啊 你尝尝那个 那个好喝 我说我干活那家女的呀 太可怜了 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错 这生完孩子呀 天天在家忙里忙外的 可他家那男的呢 放着年轻的媳妇不要 非喜欢老太太 除了那堆馅啊 比我还老外啊 谢谢 谢谢 阿姨 你怎么还没走啊 在这儿小王媳妇啊 长得好漂亮啊 长得好漂亮啊 大宝啊 对了 阿姨 刚刚王伟给我发信息 说他已经回家了 您把大宝交给他就好了 怎么还在这儿等着呀 那我不是懒得上去吗 那我走了啊 今儿几个 明天见啊 明天见 明天见 毕竖庄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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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害怕你家小王 我们家王伟有什么好怕的呀 你不说今天吃喝了 好好好 是是是 你都得教教我 好了 大宝 咱们回家了 宝贝宝贝宝贝 我不要吵 你宝贝宝贝宝贝宝了 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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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英文都夹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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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az不 它说法可以的 Because大丈夫 伯 sagte 调音和音乐 胡 нрав 霉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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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 到妈妈这儿来 你怎么阿姨了 你是说她来 又跟她吵架了 没有啊 怎么了哟 没有为什么都说她怕你 到妈妈这儿来 你怎么阿姨了 你是说她来 又跟她吵架了 没有啊 怎么了哟 没有为什么都说她怕你啊 她怕我干什么呀 我跟她都没什么交流 你出差那段时间 我俩说了一共不到十句话 不行 没事 那谁知道 你咋啦 没事 没事 你躲着我干吗 你没事 我看你 你 这 这怎么了这是 磕了一下 磕了一下 你逮着眼睛磕碰谁呢 你轻点啊你 对不起 我大哥 今儿找我来了 长岛冰茶的大哥 嗯 您好 取货快递 九号楼啊 二B座1404王伟 二B座 这个 谢谢 你这个 小娃 小娃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她就是出给刘姐的那个呀 你说什么 我怎么了 不是 阿姨 这段时间我们家对你不错吧 那你出去瞎传我闲话 我传什么闲话了 那门卫都说了 说你亲口告诉他们的 不是 你们保姆培学机构 没 没告诉过你们 不要瞎传客户隐私啊 不是 那也不是我隐私啊 我跟那刘姐半毛钱关系没有 那她老公误会 还有这个伤 我这伤那是我当好儿子拉架 我挨的揍 那哪是为了 为了抢刘姐挨的揍啊 是这样啊 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你随口一说 全小区都知道了 现在不止对我生育影响 这对我整个家庭都有问题 龙仔 你哄你大声干嘛呀 来 猫猫猫 猫猫 猫猫 我了我了 夸张 我夸张 你干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没 我夸张 你有话不能好好说 喊那么大声干嘛呀 我能不生气吗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事吗 她说我婚内出轨 说我出轨那个刘姐 为了抢刘姐 跟她老公大打出手 更离谱的 她说我恋母 她说我就喜欢送她 她说她在咱们家 她自己都有危险 怪不得我前两天出去 大家看我眼神那么奇怪呢 是不是 全小区都知道了 误会 误会 小伟啊 要不我出去跟大伙说说 让她们别讲 别别别 你别说了 你说一说 不一定说成什么样的 小伟啊 我这次绝对不会再来说 阿姨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我们这儿了 你要辞了我 我老公是一家支主 我不允许有到处传达闲话的人 还继续在我们家待着 还有 之前很多事情 我对你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觉得差不多得了 但是现在 我绝对有必要把这些事情 放到桌面上 给你说一说 我之前给你报销的生活用品 还有婴儿用品的费用 您确定是用在我家了吗 说带大宝去小区花园晒太阳 您是去小区花园 还是去麻将馆看大牌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这些事情 我就不跟你公司说了 希望你以后 去别人家工作的时候 注意一点 到今天为止的费用 我现在转给你 从今天往后 您不用过来了 回去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媳妇厉害啊 还把我给气 你刚才挺厉害啊 大宝 来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宝 爸 没控制情绪 吓坏了吧 你看 他给大宝吓 您就换鞋吧 气死我了 什么事啊 媳妇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呢 那我没招谁没惹谁的 平白无误 遭受这无妄之待 我凭啥呀 但是该说不说啊媳妇 你今天有点帅呀 你这条理清晰 胆大心细 步步紧逼 头头十道的 谈判专家 你有点帅呀你 谁跟你是了 就知道瞎嚷啊 是 是 但是这保姆走了 大宝谁照顾我 咱俩天天上班 媳妇 要不再把我妈叫过来 咱俩还得打底铺啊 那怎么办 媳妇 你说咱要不要 把大宝送到 爷爷奶奶那儿待一阵 这爷爷奶奶天天 喊着想大宝 送过去陪陪老两口 再说咱们着急忙慌找保姆 肯定不靠谱 咱们之前都面试多少哥了 那同事介绍一个 靠谱过来的结果怎么样 咱们就慢慢找 好好找 找到靠谱的保姆 再把大宝接回来 那不行 我舍不得 万一大宝回来不认识我了 咋办呢 你们俩母子连心 那把我忘了 也不能把你忘了呀 好 那我考虑考虑个 行 咱们俩你说了算 媳妇我今天我就想啊 你说这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咱们俩这几年 平均每年陪爸妈也就五天 你说我爸 今年五十八 咱就说啊 说他能活到九十八 还有四十年 五乘以四十 两百天 哎 咱们这辈子能陪父母的 也就是不超过一年 想还愿难受啊 哎呀 受罪了爸妈呀 哎呦 不是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不该说不该说 我这样 瞎想嘛 所以我就说要不要 先把大宝送回去 这一来呢是 陪陪爷爷奶奶 二来呢 咱们也有个由头 能经常回去看看呢 父母啥的 是吧 那我爸妈了 你爸妈不是现在 不太方便了 等方便了 咱俩要个二台 一边一个 你自己生妈 我才不生妈 我自己生 不科学 别哭了 乱人 我 跟你说 明天咋办呀 那明天咋办呀 那要不 明天你先请假吧 你两天 我两天 咱们轮岗来 周末再把大宝送到爷爷奶奶家 咱们一起送啊 咱们一起送啊 行 小夕姐 你最近联系韦姐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品牌方那边 召集要方案反馈呢 我发信息给韦姐 想确认一下 韦姐也不回 打电话也一直没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不你帮我联系联系 韦姐是哪天请假来着 有两天了吗 好 姐 我以为只有大片才能推得快 没想到这种迷你剧场更好找植入我了 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生活又很紧张 像战争短片的形式呢 在地铁上捎带手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了 当然上支月一入了 又可以挂外列 我看啊 今年的KPI 咱们是要提前完成了 这下许总该放心了 姐 有个私事我想跟你申请一下 什么事啊 周五到下周一我想请个假 我们家保姆干得不太好 被我辞了 我跟王伟还要上班 就商量着想把孩子送到公共婆婆家 让老人带一段时间 但是来回需要时间 就想着能多两天 周五去 周一回 周二准时上班 之后加班再补回来 没问题 把家安都好 好的 谢谢馨姐 客气了 媳妇 你是不是装太多了 能不能拿出去一点啊 该拿都拿了 这里一样都不能少 都是必须要用的 看看怎么不能拿 你这衣服尿不湿 拿着就算了 媳妇你回家 你拿双杯子做怎么回事啊 你是大保佑用的 你还有这 这是干什么的啊 你一个当爸的你不是不知道 他睡觉两天套 没有这个他睡不着觉 你把这些也装好了啊 小孩人不大事不少 对了 我妈那个鱼油 盖片和中老年奶粉 都拿了吧 拿了全在这儿 行 你说 咱们这次先回我家 下次回你家多好 非得改一块一起回 咱们两个家路程就一个小时 转一圈就到了 都有效率 再说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跟父母的时间在一起 都不到五天 我觉得我也要多陪陪我父母 这个都没塞进去 你说得有道理 你说得有道理 行 小心 赶紧啊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该走了啊 你推一下大宝吧 好 对 大宝都随便拿了呗 脱鞋 来不及了 回来我擦 回来我擦 差不多了啊 走吧 走 没什么忘记拿的啊 没了 没齐了 行 走了 回家了 大宝 臭宝啊 哎呀 臭宝 媳妇 嗯 你说现在快递这么方便 咱俩这 大宝小果的一路何必呢 西天取经 大宝说了 快递还要等两天呢 再说了 大宝贴身的东西 我才不忍心在路上磕磕碰碰呢 是吧 爸 是不是 爸 这是奇了怪了 以往我都是从西南口出 今天我爸千年宁万主 非让咱俩从东北口出 人呢 爷爷在哪里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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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宝 奶奶来了 快来 叫奶奶抱抱哟 我的宝宝很高兴的 哎 你是不是听说你俩回来 这老两口恨不能把超市都往家里搬 这不 我叔正在家里准备满汉全席呢 二千丁丁万主妇 让我把他的车开过来接你 快 你坐这儿啊 哎 这车是不是 刚买的 听说 你把大宝要送回来 我叔 立马就把车给提了 怎么样啊 这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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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喜太大了 以后就是咱 大宝的专属座驾了 哎呀 哎呀 行 上车吧 哎 快进来了 快进来 进来 不要放血了啊 快来看看你爸 给你们整个房间 满意不满意啊 收拾得怎么样 哎呦 哎呦 行啊爸妈 你俩稍稍把家还设计成这样了 还行吗 我跟你妈两个人住啊 就不折腾了 现在不是大宝来了吗 我的孙子得住得舒服点 对不对 哎呀呀呀还给爷爷的 哎呀呀 好 你快吃 所以啊 你看 不行的家具统统换掉 谢谢 你看看 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辛苦了爸妈 哎 妈 这是房楼店的一个是吧 当然了 谢谢 走到那边看看 走 我去里边看看 行 走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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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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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子也都有房间了 那当然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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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的一个小玩具 我都想玩 儿子 别别别别别别别 走走 出来 走 出来 妈 我进去看看 哎 你看看 妈 怎么样 太满意吧 妈 辛苦了 你还专门给大宝弄一个儿童房 哎呀 我在你们家那几天呀 每天啊 看见我们大宝啊 只能在那客厅里玩 心里呀 挺憋屈的 我告诉你啊 这小孩子啊 就得满地撒花呢 才能长得快 那几十平啊 大够我大孙子折腾的 你看这儿童房 小车啊 小马啊 这玩具啊 都是我们家大宝的 爸 真别说啊 还是家里面住得舒服 我可有日子没住过 这么大的房子 这一看怎么感觉 比一下大了 那怪谁啊 自找我大 这么大的房子你不住 体体面面的工作你不干啊 跑到外面挤这小房子 给人家打工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们到底涂的是什么 这到头来 连孩子都见不着 爸 您说当年 让我烤出去的是您 现在让我回家的还是您 您这 干这两头田可不行啊 你瞧你的小嘴啊 这几年什么功夫不见着 这嘴皮子的功夫 倒是见着啊 行了 呀 饭菜都准备好了 叫你妈给欣欣出来吃吧 好 都是你爱吃的 小夕 妈 吃饭了 睡着了啊 好 怎么样 媳妇 妈这不值得你满意不 满意 妈这次是真有心啊 你满意就行 你说大宝从初中到现在 都没跟咱们分开过 咱把自己弄在这儿 她会不会不适应啊 这要真说不适应吧 可那是你有点不太适应 没适应 你最高兴的 你看你怎么又生气了 再说咱俩不能一辈子 把大宝摔身边是不是 以后你上幼儿园 长大了 你上大学 早晚得分开 那凡事总有第一步吧 咱俩就当是 把大宝提前送过来 锻炼锻炼 我知道 你肯定舍不得的 我也舍不得 你才没有舍不得呢 你不是玩着挺起劲的吗 我 我这不是分散一下注意力吗 以后端午 中休 几家日咱俩不随时 回来看大宝吗 别玩了 再尝尝大宝 跟他亲戚 你看他多可爱啊 舍不得 别把你吵醒啊 妈 我们这去小夕家 您现在就给塞嘛 到时候我丈母娘那儿 又一顿吃得用呢 到小夕家 都要带绿体东西 怎么 你还想空手去啊 上 好 小夕 妈 天心啊 这是一只走地鸡 妈呀拿那个冰袋啊 都冰好了 你妈妈现在身子重 吃这样最补吧 妈您自己留着吃吧 别什么都给我 行了戴上吧 王伟 把那箱子给我扣好 可别要点东西 行行行 放心吧放心吧 这儿 妈呀你看看 这上面啊 我都记着大宝的作戏时间 还有那个注意事项 这小孩啊 在一周岁之前呢 只能吃蛋黄 不能吃蛋清 那容易过敏 再一个那羊肉可不敢吃 一周呢 要吃两次苹果 那便便啊 才痛快 哎呀现在呢 不是讲究那科学育儿吗 我也学习了学习 妈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当时还 哎呀 谢谢啊 哎 我跟你说啊 别再这么说了 我也是当妈的 这孩子一生下来啊 就是让妈救心的 谁还不是提着心 这样走过来的 妈都懂 妈别的呀 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大把放在我这儿啊 你就放心 啊 哎呀 等哪天呢 心里烦闷了 你就回来 看看大宝 散散心 等孩子啊 长到不再让你多操心的时候 那就立马呀 把那大宝 给你送回去 哎呦 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哎呦 这小眼泪流的 哎呀 谢谢啊 也高兴妈也高兴 啊 放心吧 妈一定啊 把那个大宝啊 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 哈哈 又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哎呀 哎呀 心啊 把孩子交给我 你放心啊 妈会好好看着的 来宝贝儿 奶奶爸喽 好亲亲啊 媳妇啊 趁着大宝放动警惕 咱赶紧走吧 是啊 赶快走吧 一会儿她发现了 不愿意的 她会哭的 走吧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哎呦 哎呦 哎呀 走吧 快快走吧快走吧 哎呦 你要现在过去 大宝肯定哭得更酥 快走吧 一会儿就好了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一会儿就吃了 走了 哎呦 哎呦 你音声不还哭上了 哎呦 闲着一会儿 快别给我心疼了 快别心疼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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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奶奶拜拜了 拜拜 拜拜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啊 奶奶抱啊奶奶抱 啊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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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 姐姐夫 小夕啊 王伟啊 妈 就当你们俩了啊 你们先吃啊 逐家没来谁敢弄棍 就是 就是 来来来来 姐姐夫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谢谢小夕啊 谢谢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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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她姨父 哎呀 姐说什么呢 来吧 咱冬花吧 是 小夕啊 听说你升职了 咱就升个小职 当个小组长 哎呦 小夕那可是个大公司 升一点都很难的 还是说明我们小夕 有能力啊 小夕啊 这一升职 那工资得涨不少吧 没有没有没有 跟我小姨父比差远了 听我爸说 小姨父最近发财了 发什么发 这个薄了点小地 种点小花 赚点小钱 微服啊 谦虚了 我跟你们俩说啊 今年咱们市里 所有的花展会展用的 可都是你们小姨父家的 哎呦 我的天啊 那得多少花啊 那我小姨父不就是 就国外电视剧里面那个 庄园的庄主 小夕王伟 要不一会儿我带你们两个 到那个园子看看呢 滑山滑山滑山 好漂亮 行啊小姨父 看看 对了小姨父 我们公司最近系上了 生鲜瓜外练业务 你感兴趣吗 感兴趣啊 但是不行啊 我这个现在客户太多了 忙不过来啊 我也犯愁 但是我愁的啊 不是说销路的问题 我愁的是什么呢 滑山的花不够卖啊 就是你表弟呢 我都想让他辞了 对不对 你说干得也不好 天天哎哎哎哎 领导批评 回来帮我看看园子多好啊 哎哎哎哎 妹夫 来来来来来 喝一个 来来来 喝一个 来 王美 哎 来来来来 举杯 大点口 大点口啊 来啊 这片都是吗 全是 全是 那边 真好看啊 到了 到了 行 好 下车了 下车了 哎呦 这也太美了吧 这闻着花香看着花海农作物 这心情瞬间就舒畅了啊 好 王美 你给我拍张照片 来来来来 你把这花海都带上啊 好好好 好 好看啊 小姨夫啊 这哪是农场啊 这简直就是旅游景点啊 这一片啊 是这个当地政府 和咱们这个文旅局联合打造的生态农业景区和田园通合体系 现在啊已经升级成5A级的乡村文化旅游景区 你小姨夫我啊 现在是这儿扶在这里 行啊小姨夫 那这一片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这整个有三百八十多亩吧 三百八十亩 小姨夫 你是实打实地承包了三百八十亩的农场霸总啊 你说这农民就是农活 闻着花香 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啊 嗯 谢谢你 现在咱们这些村民啊 它每个月都能领到固定工资 而且我们给它们上无险一斤 基本上到手四千多 四千多 嗯 感谢我们公司是十一城公司 老公 咱有时间也得多带大宝来看看大自然 多借你这处啊 对 走 咱上那边瞅瞅 来 你看那一片啊 那花特别漂亮 我什么呀 它打到成那种风力的那种 徐总浩 来 继续 徐总好 这节目的口播 哦 哦 哦 我我我我会尽快打印完呢 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 不我在催你吗 有规定你打印的时间吗 上午的工作就是这样 就怕忙里出错 一定要核对完毕之后再提交 好 线上打印系统应该熟悉差不多的 嗯 嗯 许 许总 我还没有现场权限 莉莎 哎 怎么会呢 小曾来如果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不给他开一个 在家办公很不方便呢 我现在就给他开 他的错跟你没关系继续 好 好 许总 干得不错啊 许总 郑组长啊 你请他吃饭 请 回头给您请 记得 嗯 我谢谢你 没有个字打错了 哦 我 刚许总说要给我开现场权限 那算不算认可我了呀 哎 他刚说什么 说你水果挺新鲜的 皈依 太诡异了 你不觉得这事很诡异吗 工作吧 尸费 你回来了 妈 你这着急忙慌给谁打电话 还没有谁啊 我说妈怎么不接电话呀 我妈那手机你还不知道吗 跟闭闭机似的 啥时候看你啥时候回 进来 妈 妈 妈 小夕 下班了 下班了 妈大宝呢 大宝 大宝在这儿呢 大宝 大宝 大宝你乖不乖呀 大宝妈妈在这里 爸爸在这儿 大宝 我跟你说啊 大宝啊 会喊妈妈了 妈 大宝 我儿子真厉害快 叫个妈妈 妈 展示一下 妈妈在这里 妈 妈 妈 喊妈 妈 妈 哎呦大宝那是我妈 不是你妈 那是你奶奶 这孩子啊 得谁都叫妈妈呢 哈哈哈 你妈在这儿呢 朝这儿叫 妈妈 妈妈 妈 哎 大宝 大宝 哎我今天新学会 一个小旋律 你听一下啊 这都是啥吗 上课零声 以后她一听就头疼 现在还给这儿 还乐呢 你看 你体愿学习呀 然后再来一遍 你看她乐呢 咱俩人都以后学习肯定好 啥时候能 回叫爸爸去 怎么了 怎么了 媳妇 怎么就哭上了呢 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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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媳妇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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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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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我错了 媳妇 我错了 媳妇 那我肯定又错了呗 媳妇 媳妇 别哭了 别哭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快快快快 快快 咋的了 怎么了 大宝馆奶奶喊妈妈 她都不记得我是大妈妈 她把我忘记了 嗨 不是 我的意思啊 大宝忘了我也不能忘了你啊 你说大宝刚走你就这样了 是不是大宝走了之后 你特自由 特高兴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没有你跟没事人一样 我说大宝亲妈妈 我怎么可能不想她呢 对了 媳妇 大宝临走之前还嘱咐我 她说她特意写了首歌 让我唱给你 别扯了你 你看我骗你干什么呢 真的 大宝亲口血的 怎么唱 哥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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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不 笑了吧 笑了吧 没有没有 我写了首歌 我昨天晚上熬夜写了首歌 我也想大宝 唱给你啊 你看看有没有功名 行吗 唱给你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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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是交流不通 你听也不懂 一哭闹我就得认怂 你情绪失控被你吵醒 在每个凌晨两三点钟 我的始终都被你掌控 怎么样 每天把奶为你口中 又怕你痴呈 肩毛已经被你掏空 却不会心疼 对你所有的要求 我只能全顺从 谁让你走入我的人生 好像我生了你 是一世的冲动 现在却想抱你入怀中 好像我生了你 是一世的冲动 却逐渐爱上你的笑容 好像我生了你 是一世的冲动 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我们俩生了你 不是一世的冲动 是你爸给你妈外面挖的坑 她媳妇这句不错呀 是我给你妈妈挖了个坑 哎呀 当年那坑挖的太带劲了 要不然能有这么可爱的包容 好承认 行了行了行了 高兴了 哭也哭过了 笑也笑过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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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行了 说 还挺好听的 这这这这看谁写的 真有意思 这 讨厌 哎呀 当年不就靠这点才华 征服你 学校 明天再给你协助 学校吧 关灯了 是吧 收到丽莎请柬没 丽莎要结婚了 拜托你看看邮箱好吗 不可能没通知你吧 有丽莎 什么意思 这还不精兮吗 肚内间 什么肚内间 徐老大要上位了 安总 姚总 还会在原来的位置上吗 嗯 也是 那他俩上去一份 你就进去了 怎么可能 本来两个总监就怪了 再说了 我现在实力也够不上了 老呗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他关键时刻给自己点自信就不行 自信啊 姐 你咋不鼓励鼓励自己啊 小屁啊 大人说话 插什么嘴 姐 你不觉得你对于未来的 总经理助理说话的这个方式和态度 需要调整一下吗 你说到威姐上位的消息了 嗯 那倒还没有 不过我在关键时刻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是我威姐 我毕 咱们先把自己手手上的事情做好 该来总会来的 明白点 加油 加油 好 好 加油 加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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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许总 谢谢许总 还要听我说一句 虽然我离开商务部了 但我希望你们今后紧跟姚总和安总的步伐 继续好好干 做出好成绩 需要我帮忙的 我会尽力帮助大家 来 谢谢许总 谢谢许总 好 我都干了 那我们都干了 那当然了 快 都干了 是啊 赶紧的 文姐都干了 雨果商务的人不能说啊 我就为你们鼓鼓掌合了 那我们都干了 你别干了 许总 徐总 徐姐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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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 快点 打电话 我打 我打 徐总 徐总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都别碰他了 快快快 把空间让开了 喂 其中东西吗 对 我这里有人晕倒了 麻烦你快点来啊 徐总 平常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出过什么样 没有 好 姐 刚才也没吃饱 吃点东西吧 谢谢 谢谢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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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之前做过支架 真是没想到 我总觉得徐总是那种 金刚不快的体质嘛 月嫂 这事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我一来余果商务部 就跟着徐总了 这么多年 徐总连感冒发烧都没有 真是没想到 一年前做过手术 一年前做过手术 我都不记得他请过假了 我也不记得 我总觉得他基本上是 二十四小时在信盯着大家 总是半夜在公司大群 灵魂发问 我都算不出来他的睡觉时间 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会觉得静妞 所以才把自己武装 成百度不轻的样子 据我所知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的 他竟还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跟儿子的关系呢 也没有相处得很好 所以把规数感 放在了工作上 我说把自己活成铁梁子 他不是活成铁梁子 他是在盐铁梁子 其实他很柔情的呀 前段时间 你不是去你家了吗 几乎每天都在问我 你怎么样了 保养得怎么样 还让我带问你好 还有小夕啊 升职啊什么的 她都跟我讲 要好好地关心你们 知道她是习惯性寒血啊 不然也不会跟她 那么长时间 嗯 有爱就说 有恨就骂 这才值得再样的美本了 不知道恶女婚幸福哪一个先来 所以 还是要珍惜当下 时间不早了 一会儿我先送他们两个回去 让我再送你 嗯 嗯 谢谢陆哥 没事 任陆哥大半夜的随叫随到 等那么长时间 还去见麦克 还送我们回家 你就一个嗯 没点别的表示 发生了这么紧急的事 我过来帮忙也是应该的 没事的 谢谢哦 没了 大半夜的这么大精神头啊 嗯 没脸机会撒狗粮还不要 行 聊点正事吧 后边呢咱们就倒班 去照顾一下曲总 我估计麦克一个人 应该也照顾不过来 嗯 当然啊 没问题 从来没听过麦克这么慌张 是啊 莫子莲新闻 嗯 估计接到电话 就准备机过来了 一不便系都没来的计划 看人挺可怜的 我幸好许总没什么事 不然真是难以想想 我回子到了 是啊 好 先赞会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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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进许总办公室了 不许总 你知道许总找我干嘛吗 他咱个个儿怎么刚刚开始 找你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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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突然了 连魏姐都不知道 怎么今天就添降了一个刘总 也就是说 安总和魏姐都没胜过 嗯 还以为我能当总经理助理呢 白家 就有关系你那一米三分地的事是吧 不是 我是感觉到啊 有一股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你们不觉得这个新来的刘总 有点太帅了吗 要颜值有颜值啊 要身材有身材 来咱们上午不当总经理 可惜了 好 来 来咱们给我睡 所有人 下班之前 交自我评价 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 本周周报 以及未来三季度的工作计划 C小诚 到 到 通知没在工位上的人 好 你还愣着了 赶紧在公司大群通知大家吧 好 来 这种感觉挺适合她的 霸道总裁 别忘了你有老公 去 正是因为我有老公 我才需要精神上的刺激 谢谢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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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哄大宝睡觉了 行 大宝 跟妈妈说再见 跟妈妈再见 拜拜 拜拜 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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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早点休息啊 挂了 妈妈再见 你儿子也不搭理你 那大宝落得多开心啊 早知道就早点送回去了 继续 老公 我以为大宝离开我得天天哭闹 没想到他离开我老开心呢 都不想我们 可不是吗 使劲使劲 老公 你说他不好好吃饭 会不会是因为见不到我不开心啊 那咱可别自作多情 那书上都说了 有的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 是父母离不开孩子 你别停了 你干吗呀 我呀得买本书 研究下腐蚀和怎么促进亲子感情 研究吧 对了 媳妇 吓你跳 我有天大的好事吗跟你说了 你猜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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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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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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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仅仅上下班 去个商场饭店 不用打车了 那买车需要多少钱 我感觉二十万左右 应该就差不多了 二十万 我都 我都划算过了 媳妇 我炒股赚了点 咱妈留下那个钱啊 在你那儿呢 你再给添点 正好 二十万 那我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吧 那钱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留着钱干啥 难道用来买木地 你们许总 许总 穿金又带银 你们许总 你们许总 他却没有好身体 趁着年轻为自己考虑 不为自己考虑 那大宝上幼儿园 需要司机 当司机得有车 有车就得看 咱们周末有时间 新书陪我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 媳妇让我看一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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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看一看啊 只是 看一看 就只是看一看 看一看 就看一看 看一看 媳妇让我看 就醒现媳妇睡了 真闹得 神经病 先生 女士上午好 今天是来看车吗 是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还得预约啊 没关系 我叫马骁 那就由我带二位看一下 谢谢 女士 女士 之前有了解过吗 了解一点 但是不多 如果您对空间有要求的话 我更推荐您这边这块 这个会不会贵不少啊 肯定不怪现在怕啥 有时候看着跟体验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上来感受一下 体验肯定不一样 老公 还跟脸说是不一样啊 这空间大不少 其实选车跟选伴侣是一样的 都要照须相伴 你看咱也不能天天换车是吧 一定要选一款自己最喜欢的车 这款车多少钱啊 四十万 四十万 下车 四十万 谢谢啊 其实家里人多的话 这款车空间更大 也会更舒适 是 如果您诚心想要 我们可以旁边具体再算一下 算一下 这边请 算一下 四十万 留了方法 你也留了方法 那您有什么意想 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好好好 谢谢 阿飞 慢走 好好好 曾经沧海难为水 感觉看完这辆之前便宜的 咱还看不上呢 所以啊 才要认真挑选嘛 媳妇你是不是也感觉这辆车还不错 不错是不错 也贵啊 哎 媳妇 哎 我合计吧 就咱俩现在这个发展势头 那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 搏一搏 嗯 嗯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嗯 走 咱们现在就回家搏一搏 我说真的 你思考 老公我觉得吧 咱都留多少钱 咱就干多大事 咱就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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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 那这边呢 这些都挺好的 这都正确的 对 来 给你俩说个好消息 快快 什么好消息啊 冯温义被开了 什么 真的假的 冯温义被开 那向往的海边咋办呀 都没录完呀 就他那个人品早就该滚大了 现在向往的海边不放量不如玉切 上头就够绑着呗 所以说啊 这个做人哪 善恶到头终有报 哎 给我看他的命数啊 送人心了 喂 小义父 小夕 最近怎么样了 我还行啊 是我妈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妈一切都挺好 那就好 吓死我了 你你你最近怎么样 那个工作忙不忙 我我我不算太忙 怎么了小义父 有什么事啊 小夕 那个上次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吃饭 你说你们公司有什么业务 可以合作来着 对 我们公司有那个 关外链的业务 到底怎么了小义父 有有有有有点张不开嘴 哎呀行反正就是 咱们都是自己家里人嘛是吧 小义父就实话实说了 我不是种了挺多花吗 然后呢本来啊 咱们这儿的展会啊 我这花都定出去了 但是咱们这儿展会 现在由于一些原因啊 它临时取消了 这花呢就让人给退定了 我吧我这人也是实在 跟这好多人哪也没签合同 都是口头约定 我一想朋友之间嘛 对不对 说了肯定没什么问题 结果现在人没有合同 直接就退定了 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花啊花期马上就过了 过了就全赔了呀 我明白了 行 小义父 你先别着急啊 我一会儿就去问问 短剧外链这块的负责人 看能不能把咱家的鲜花挂上去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魏姐 这是鲜花挂外链的约案 您看一下这个思路对吗 还不错 挺好的 我们片头短剧 基本上外联的都是生鲜食品 这鲜花还是头一回 而且整个创意还挺有心意的 太好了 那咱们开干吧 嗯 也别着急 先去问问报个头 新官上任吧 还得有他的支持 你说的我明白 但之前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做起来 就是因为产品单一 只有鲜花 你指望我们所有客户 每天都来买鲜花吗 并且花期内能保证物流吗 这些所有的事情你们想过没有 我理解您的顾虑 但这个行业毕竟在市场上也是刚刚打开 那只要我们做出了可除圈的营销方案 就可以迅速扩大它的影响力 从而吸引更多的品类参与到其中 就可以以小做大了 这样 您再给我们一周的时间 我们会去对接更多的品类资源 包括物流渠道 到时候再来向您汇报 好 这么坚持 当然 好 我希望一周后 能看到切实可行的打动我的方案 太好了 谢谢包副总 谢谢包副总 对了 今天外套颜色蛮好看 适合你 好 你这外套确实挺好看的 看那么久了以前怎么不说 包副总这么一双 感觉还真是有点好看 行了 去订今天晚上的机票 我们得去趟你小衣服那儿 鲜花不等人花期很短的 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品类 一起拿下 好 那我现在去订票 姐 咱俩走了 你等我一下 姐 是这样的 一会儿我小衣服开车 她会安排四五家花农 跟咱们碰面 规模都不小 真别说我小衣服在青安这边 人们还是挺广的 她还联络了隔壁旅家村的村书记 书记给了咱们一夜指的 花农果农树农的清单 都能对接上 这下咱们有得忙了 小衣服可以啊 那今天得找不少地儿呢 这是啥呀 什么呀 徐总辞职了 许文女士于十二月二十三日 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 许文女士在港期间 对商务部的贡献有目共睹 为公司创造了不凡佳机 感谢许文女士 一直以来对公司的贡献和付出 金许文女士由于个人原因 提出离职 预祝许文女士将来有更好的发展 工作顺利 是不是诡异了姐 这简直就是卸磨杀驴 怎么不让徐总去资料部 就民生安将 徐总怎么可能愿意啊 他就是被逼走了 姐 徐总这么努力这么拼 烙一身病 没奖励不摔被边缘化 这搁谁谁受得了啊 姐 咱们不会被这样对待吧 那不能 爸 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没动力了 姐 那一大片花还等着咱呢 我在当下 也别想太多 想太多都能得绝症我 走吧 我一管 我一管 好 我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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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太多了 微微就是秋天 你每天落叶 微微就是彩虹 里美的雨点 微微它很渺小 却从不疲倦 微微就是我们 这么好的收成 就这么烂地里 真是太可惜了 对啊 姐 你说这这样烂地 回去怎么跟小姨父交代啊 姐 你都不知道 我小姨跟小姨父在家 把牛都吹出去了 现在十里八乡 都对我小姨父感恩戴德 全村人的热情 都被调动起来了 如果我这掉链子了 那小姨父怎么看我 那全村人怎么看我们家呀 肯定觉得我是个大乎 又给一天早 又给一巴掌 一会儿 我陪您再去找找你小姨父 走 包不总 你们在哪儿了 我跟小夕在花海呢 包不总 我们觉得这担生意 不能就这么黄了呀 包不总 我们确实是真不忍心 看着这些花园这么起早单黑 忙朗一记的收成 就这么毁于一旦 这 我们做这批订单 真不是单单为了公司的业绩 他也是 帮扶清安助农啊 这多好的事啊 这都要是传出去 对咱公司的形象不也是 你们俩不要在这儿跟我上架之唱苦情戏了 有问题解决具体问题 我又不是不管 赶紧回酒店 酒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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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 走走走 好 走 不管怎么说 说了这么多 你们就是没有谈上来对吧 我查了一下 DV这家公司刚刚开始转座 冷练物流没有多长时间 所以他们评估下来 其实是不敢往地下做的 但我跟那个王总聊下来呢 我觉得他话里话外 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利 所以想问问报复总 这利能不能让 能让多少 农副产品的毛利本来就低 即便量再大 我们也不清楚销量能不能有保障 我们现在的利润力才刚刚达标 再让 王爷 我觉得我们 所以才让报复总 您千里迢迢来支援我们呀 您看您这谈判业务能力那么高 我们也都想学习学习 再说了 来都来了 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住宿费啊 机票费白花了是不是 咱们一起努力 如果您有什么办法 尽管提出来 我跟小夕全力配合 对 那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试试了 咱们这对家乡多共点为我小姨 解决问题 为公司挣钱吗 我怎么有一种莫名的修文感 这才拿到哪儿呢 我膝盖也下 早就已经结枝了 我告诉你 我就没有尝过站着 把钱挣了的感觉 裂开 相信我 今天只有王总高兴了 我们才有机会高兴 怎么听到这么别扭 想想奖金 想想小姨 想想你的家人 我对不起他们 王总 王总 你 Think of the boss 你的王总 是吗 总的 你 你怕 won 忌非常 你看一顿 对不起 如果大风吹起脚弱 吹醒一火 吹淡交错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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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王总来了 快暴力风潮的寂寞 烟阳下没用的烟火 看翅膀长着 可心已凋落 光芒是什么 深夜里见过 太多人心疹 却选择沉默 却选择沉默 一开始的勇敢的角落 遗憾让漫长变成了枷锁 好 每一阵两位助手真的是难说会到精明难干 王总 我想把我们的挂外恋向您展示一下 什么是挂外恋 王总 这儿 这里 这个 这个 不是 王总 您看这个 您看到这小购物车没 每个人点进外恋 在购买之前就可以加入购物车 我们把购物车上加上DV物流的标志 就是一个巨大的框口 哪一妈生了 不是不是 王总 您看这个购物车 您觉得怎么样 可以了 报告总 我觉得这个事宜有点益息啊 阿姨生了 我爸说我们安阳鼠破了马上就生 你赶紧回去 来 具体的实际吧 别 这样 一会儿我提议 你看着实际走 那就好 来 别多说了 来 喝酒 你 不好 我知道你们也想为我们家乡做实业 做事情 我们也是很激起的 好 王总爽快 那这样 我们来一组深水炸弹庆祝一线 好 来 来 深水炸弹好 近海的美女好爽 近海的老板给力 来 一起喝 一起喝 来 来 干杯 敬王总 多谢 今晚一定要不醉不归 各位大佬 来 来 来 可以啊 小夕 这一趟挺厉害的 谈了这么多男生意啊 奖金没少拿吧 我估计你又要胜吃 怎么可能啊 这次能谈成多亏了薇姐 跟爸爸总的帮忙 谦虚了是不是 要是没有你在中间牵头拉线 哪来这么多男生意 是有一点小运气敢抢的 是票了 是票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要出大事了 怎么了 听说咱们集团搞优化 马上就轮到咱们公司了 就这几天啊 集团其他份公司 每天都有人收到 人事部发来的死亡邮件 然后就抱着那箱子 要么哭着要么喊着 叫我们来走 你说咱们商务部有两个总监 会不会有调整啊 你和薇姐这刚立完工 薇姐肯定不会有事 安总会不会 安总今天请假没来 以咱们公司的传统 人不就请着请着 就没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但愿啊 但谁也别说了那死亡邮件 那就最 我现在一听着动静我 我是真害怕一些 什么事了 不是我的姐 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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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不是我 那应该就是我的了 不是我的 不是 知道不是你的 姐 不是她的心情 也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 她的心情 14年 4月 15日 15日 就是破碎 15日 16日 16日 18日 18日 19日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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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合套忘好了吗 小夕 合套忘好了吗 小夕 姐 姐 姐 怎么现在连门都不会敲了 对不起 包伯总 有点急事 裁员这件事情 于情于旅都到不了小夕头什么 余里 挂外联这件事情 是刘小夕前的头 是她的资源 她忙前忙后给公司 拉了这么大一笔订单 这就给她裁了 不带这么玩羡慕杀侣的吧 于情 如果是因为我揍了你这一次 这是我的错 我跟您道歉 我甘愿受罚 那你不能把这邪火撒到刘小夕头上啊 这太不合理了 这也 包伯总 是不是我之前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提 我都可以改 真的 这是跟小夕 你 还有这样 都没有关系 这是总部的决定 你们也知道这些年 互联网公司生存困难 也是行业寒冬 不得已才做出缩减规模的决定 做结构性的优化调整 是啊 大环女我们都理解 那你优化调整 你应该把好的员工留下来啊 你把那些混水摸鱼的 不给公司创造实际效益的人开了 你为什么是她呀 包伯总 我也不想你为难 既然要优化我 非要让我走一让我走个明白 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理由 为什么是我吗 这次的人事变动方向 主要集中在高薪高龄的人员当中 所以刚刚离职的许文总 也在此之内 你们也都看到了 公司又找了一些新的实习生 小时你别建议 说不好听一点 他们五个人的薪资 顶你一个人的薪资 而你干的活 要么姚伟能干 要么安心能干 实习生用不了多久也能干 你说公司该做的 怎么决策 那行啊 那包伯总 你把我也开了 你就留安总一个人 再招一帮实习生齐活 别别别 这不是开玩笑的 算了 我也不想让公司为难 我知道了 谢谢包伯总 谢谢姐 小夕 小夕 刘老师 刘老师 你给我站住 断念淹没一夜风波 承诺是一曲荒芜的歌 总是深刻怀揣了我 从来到这个城市 我就想尽了一切办法留下来 为什么要来一宫 我想要活着 活着 我想要留在这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我每天都拼命地工作 生怕不被这个城市需要 我曾以为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终于和这个城市 有了越来越深的联系 可以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直到被通知离职的那一刻 我才发现 这联系是多么的脆弱 所有的努力 似乎一下子被全盘否定 我仍如初来世一样 只是一个喜欢近海 却随时都有可能 要离开的异乡人 看一眼就忘不掉的是你 看一眼就爱上的也是你 总是感觉这个家里 少了一个你 终于等到了你 终于等到了你 我心爱的 爱似永远 我终于有车啦 我可以接老婆回家 我终于有车啦 我可以接老婆回家 有车啦 我要开车塔去拉萨 我终于有车啦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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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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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要是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 咱可以改天子兜风的 不想在家憋着 出来分散分散注意力吧 行啊 但我真的感觉啊 就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往好了方向去想 你看比如说咱俩 来静海这么多年了 那房子是肯定买不起的 但是咱们现在有车啦 那也是固定资产 咱们在静海这回就炸起根了 咱总共四个轮子 哪来的根啊 那咱开车跟集体 那感受能一样吗 生活主要就活一个心态 有的时候东西 确实都是有价的 但是心情无价你说 什么有价无价的 车停哪了 好 这就是 媳妇你看你喜欢不 这车 多少钱呀 四十 媳妇 媳妇我错了 媳妇媳妇 媳妇我想给你个惊喜的 媳妇 你别哭了我真错了 我错了错了媳妇我错了 哎呀错了媳妇 媳妇 媳妇我本来以为你这一次 还能有奖心呢 我一咬牙我一剁脚 我就买了个好的 那你们公司也太狗了 这也太突然了 媳妇媳妇我真错了 媳妇你别哭了媳妇 我错了错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上次看你也挺喜欢的 这不挺好的吗 媳妇媳妇我真错了媳妇你别哭了媳妇别哭了 我真错了媳妇 我应该问问你的媳妇 你别哭了别哭了 我确实应该问问你 她也太好看了 媳妇你别哭了 这车咱们驳一驳 我肯定给她转回来 行吗媳妇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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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今天不是周末吗 加班啊 没有没有 媳妇我刚才研究了些网约车 我一点开就有人叫车 我可以咱车买了 是不是物尽其用 我每天上下班 拉两个书房车 挺好的嘛 能行吗 那有啥不行的 媳妇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车不能白买 我高低给她挣回来 你捡厘头怎么样了 联系了几家 估计下周吧 去见见 媳妇 不着急 咱们这么优秀 一队人抢着要您 咱说家里还有我呢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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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好 慢点开车 小心啊 妈 怎么了吗 我要你看看我们大宝 又找什么能外了 给妈妈走两步 大宝 大宝快走路了 大宝真棒 好好好嘞 奶奶抱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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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走得还不太稳了 大宝 大宝 大宝看看妈妈 大宝 小夕啊 那个王伟呢 她 她加班 你白天还加班啊 行了 不给你视频了啊 大宝该喝奶了 行 妈那你去吧 啊 哎 王哥王哥王哥 王哥 你走得还挺快 你说今天巧不巧 我正好约的饭局啊 在你家周围 你这新车开得怎么样 要不稍微一点呗 行 走吧走吧走吧 这位愤闹拉的活儿 先生 尾号九零八七到宝来大厦 嗯 请您借我爱奈啊 你的车票我都看过了 外面问一下你的离职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组织结构调整 也就是并非自然离职是吧 嗯 可以这样说 好吧 今天签这样 你回去找通知吧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商务部暂时没有空缺 那客户部你考虑吗 日文 您相信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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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啊 不穿啊 我爱情吗 你可爱情吗 那 miche 就是一个人 我爱情吗 我爱情吗 这家人 那你只想爱情吗 我爱情吗 你也爱情吗 是什么 啊 小城市蛮好的 两位姐姐 这里这里 两位姐姐 小气 小气装穿着挺好呀 可以呀 甲方亲自来接战 面子够大了 两位姐姐来我地盘 我必须全程作陪 这边请 你这车可以呀 比你那车还高一凳子 那是 那是刘总 王总的车呀 反正这车 我开就是一辈大就是 刘总 王总现在手底下不少人了吗 小猫两三只也就六七十位吧 怪不得呢 我这三番五次地请刘总回敬海来 就是不肯啊 问问天哦 不是我诚意不够啊 是这里发展得太快 刘总 姐 你就别笑吼了 我也是借我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了 可以呀 格局大了 姐这做生意呀 那格局随时变化 真好 真好啊 看到他们发展成这样 真高兴 姐啊 我现在在想 之前就是我太执着 太想留在敬海了 结果一回来才发现 咱们国家发展得是真快呀 像我们这种CNA小城市 政策也好 政府支持也多 生活节奏也没那么紧张 还有 现在的王伟下午四点就钓鱼去了 像老人孩子都在身边 亲人朋友都多 回来是真挺好的 也真的适合我 哎呀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哎 那确实是哈 哎 你玩什么钓法 台钓还是路亚 哎呦 姐 你还知道路亚呢 我最近正学路亚呢 真的吗 试得好吗 好 不错 你带我去一会儿 那 现在就去啊 去去 咱去看个产品们 哎呀 你俩去就行了 我俩跳鱼圈 行行行行 你好 小林 我在 放两个歌 让我们嗨一下 你 你 你慢点看 我 我这 着急钓鱼 谁 谁 别踩 来啊 来啊 来 来 看球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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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导 陈姨子 你那个电影快上了吧 下个月吧 那安慰得包两场支持一下 到时候手硬的时候 请你们来看 那也行 嘣 嘣 那 准备真要起来啊 准备着呢 我说要三个 真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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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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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小的幸福才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部分 每一个选择虽然有不同的遗憾 却也一定没有它别样的精彩 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大家的故事 也才刚刚开始 在这些小小的幸福 是 最后的幸福 我们下期 都会有什么事 我们下期